就在刚刚,微信的登陆页面突然变了个画风 看出区别了吗? 左边是圆图,右边是风云四号的云图 找出不同了吗? 启动页中的地球图片由非洲大陆上空视角 变化为了我们的祖国上空 微信为啥要换图? 原来,就在今天,风云四号卫星正式交付用户投入使用 这颗卫星到底有什么来头? 来头可大了 这颗卫星的全名叫做风云四号A星 2016年12月11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作为我国新一代禁止轨道气象卫星从第一代 风云二号向第二代跨越的首发星 风云四号对于保证我国禁止气象观测业务的连续 可靠和稳定运行 提高我国航天事业 气象事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听不太懂 没关系 你只需要记得 无论是今年五月份北方的沙尘 还是六月底至七月初南方的苗百台风 还是此前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它都起到了重要的气象监测作用 一起来看看 到底有多厉害 跨越 首先 风云四号卫星整星研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实现了我国禁止轨道气象卫星从并跑向零跑的跨越 具体表现在哪儿呢 风云四号卫星填补了三项国际空白 实现了全球首次禁止轨道干涉式高光谱大气探测 全球首次辐射计 探测仪 闪电一共平台装载 全天时工作 全球首次禁止轨道微波探测技术验证 首次425GHz频段探测 其次 这颗星还拿下了国内首次星上实时补偿导航配准 首次高0米仪器多重微震动意志和测量 首次高精度光谱定标与全普段轨轨辐射定标等七项第一 闪电图 除此之外 风云四号还装载了很多很厉害的有效载荷 比如 多通道扫描成像辐射计 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 闪电成像仪和空间环境监测仪器包 它们可以通过获取地球表面和云的多光谱 高精度 定量观测数据和图像 有效提高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水平 增强生态环境监测能力 拿闪电监测来说 它装载了我国自主研制的闪电成像仪 一分钟可以拍摄500张闪电图 探测区域范围内的闪电频次和强度 进而实现对强对流天气的监测力跟踪 提供闪电灾害预警 这在国内是首次应用 此外 与风云2号相比 风云4号的成像时间分辨率也提高了一倍 担心即可完成风云2号双星组网 才能实现的15分钟全圆盘成像 在1000×1000公里区域内 观测能力超过风云2号 只需3分钟 这跟欧美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 能力相当 这还不算 在系统观测能力上 风云4号也有显著提高 表情符号 伤心 一 眼睛更锐利 空间分辨率最高达500米 表情符号 生气 二 反应更敏捷 区域观测时间分辨率可达一分钟 表情符号 生气 三 光谱分辨率更高 可以看到更多的大气和地物特征 表情符号 生气 四 可以剖析大气 获取大气三维温湿度结构 9月25日至9月28日期间 微信将更换的启动页面效果图的原始云图 风云4号观测的2017年6月7日13时 可见光三个通道合成的地球圆盘图 云图反映出该时刻我国北方及东部沿海受封面气旋云系影响 出现降水天气 我国南方的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切变线云系也带来了持续降水天气 赤道北侧的热带地区对流活跃 孟加拉湾及西太平洋有多个发展旺盛的对流云团 图片来源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作用 前面说了那么多高精尖的技术 那么 风云4号到底有哪些作用呢 来看看这些案例 今年5月份北方地区严重沙尘 6月份的华北特大暴雨 6月底至7月初南方持续降水以及苗百南马都台风 这些预警背后都有风云4号的支撑 当然 除了台风 沙尘 暴雨强对流灾害天气 在蓝藻水滑 埋等环境生态问题的监测上 风云4号也毫不含糊 更让你想不到的 或许还有近期相继举行的各项重大活动 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 第13届全国运动会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中 它的摇杆应用也发挥了气象保障的作用 这么神奇 原理是什么 应用显示 它可以多通道扫描成像辐射计 从而更加清晰的识别沙尘细节纹理 台风内部中小尺度云细结构等 解析暴雨天气不同层次水气输送 此外 它的闪电成像一再对墙对流天气的监测中 也显示了十分强大的功能 据介绍 风云四号卫星已被世界气象组织纳入全球对地观测气象卫星序列 有望在2017年底具备试运行和服务能力 将为我国及亚太地区防灾减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保障 故事 说回之前的问题 微信为啥要换图 其实 这正是向祖国取得重大科技成就的一次献礼 9月25日至9月28日期间 大家在微信启动的时候 都能欣赏到风云四号从太空拍摄的祖国全景 不仅如此 微信团队还首次披露了微信启动页背后的故事 微信一直以来的启动页中 选用的照片素材是NASA在全世界范围公开的第一张完整的地球照片 名为蓝色弹珠 这是人类第一次从太空中看到地球的全貌 画面中所显示的是非洲大陆 关于选用这张照片作为素材的原因 微信团队透露称 非洲大陆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 我们将非洲上空的云图作为启动页的背景图 也希望将起源之意赋予起动页面 而此次展示风云四号拍摄画面 也是寓意从人类起源到华夏文明的历史发展 旨在向亿万微信用户展示我国大好河山风貌 成效 风云四号很牛 但这并不是终点 而是一系列创新技术应用中的一部分 截至目前 我国八颗风云七项卫星载轨运行 其中用于业务运行的有六颗 风云系列气象卫星为81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提供高时效的气象卫星数据 并覆盖一带一路沿线的37个国家和地区 被广泛应用于气象预报 防灾减灾 科学研究等领域 十八大以来 2013年9月23日 风云三号C星发射成功 2014年12月31日 风云二号G星发射成功 2016年12月11日风云四号A星发射成功 配合此前业务运行的四颗风云系列七项卫星 成功实现由试验业务形象应用服务形转变 为各项气象工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观测依据 风云二号实现了六分钟的高频次区域观测新业务能力 使得我国禁止卫星及仪器设计在与国际水平相差一代 约20年 差距的前提下 观测时效接近国外现役禁止轨道业务卫星 风云三号C星是我国第二代击轨气象卫星中第一颗业务卫星 其投入业务运行后 与风云三号B星一起形成上 下五星阻网观测 实现了全球 全天候 多光谱 三维 定量对地摇杆探测 确保我国极轨气象卫星业务的连续稳定运行 而风云四号A星第一阶段载轨测试圆满完成 其各项功能 性能指标符合研制总要求已具备载轨交付条件 前面已经提到 这是我国首科静止轨道上三轴稳定的定量摇杆卫星 其扫描成像辐射计可见光通道最高空间分辨率达到500米 可每15分钟对东半球扫描一次 最快每一分钟生成一次区域观测图像 搭载了世界首个静止轨道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 首次实现了静止轨道大气高精度温度 湿度扩现探测 首次实现了我国静止轨道闪电成像观测 可对我国及周边区域闪电每秒拍摄500张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 风云四号A星成功解决了多台带有光学运动部件的观测仪器在同一平台上工作而不相互干扰的工程技术难题 目前欧洲仍采用两台主要仪器且分至于两颗卫星上的方案 风云四号A星是所有静止气象卫星中装在仪器最多的一颗 单颗卫星的观测能力和效率大为提高